好了 升旗易得道 回來 今天是 1月 21日 今天出街是22日 今天是年近歲晚 大家 小心門戶 以前 凡是年近歲晚的小偷、賊人 爆洩入屋 我們也是 傳統的 提醒大家 做足防盜措施 以防新年那些小偷來發 新年財 住豪宅的小心點 我想現在 應該沒有那麼猖獗 不過難說現在又變多了 可能是自由行 有機會的 現在坦白說 省港騎兵的年代 大陸人在街上走 真的怕被警察查身分證 槍戰就是這樣發生 問題是現在大陸人口上街是不會有警察查身分證的 因為太多了 因為多到不得了 衝街也是 所以 現在 真的再發生的情況 你是防不勝防 那麼我們 要回顧一下 因為星期六 我們就舉行又另一次的派米活檔 之前派過幾次了 派過飯了 那麼 首先要多謝幾位善掌人翁 這幾位善掌人翁就出錢 沒有來的 當然啦 另外還有一群善掌人翁就出力 當日 來幫忙 一起派的那幾十多位 Johnny不如先讀一下名字好嗎 沒有問他跟不同意這波 不要緊啦 還是中了好事 還是沒有名字來的 因為我們登記 WhatsApp要用真名 名單如下 Laurence Yip Forwa Ho Iris Eric Ho Scarlett Pierre Perry 我經常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怎麼讀 Perry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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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re Ligel Hwire Louis 他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Louis 幫我們做網頁 阿豪 Carrie 及其小朋友 Carrie幾次都是帶了小朋友來的 當作是一個公民教育 探訪一下 公公婆婆 全靠他們幫忙 熱心的 首先多謝這十幾位的善掌 因為他們也有幫忙 也很有心 另外要多謝幾位 其中 一位就是幫我買馬 黃少佳 我說要付錢給他 不用了 你幫我派上去 我也是分開的 有時候 派米當作是餘裏部分 以前派飯是餘裏一點 所以 黃少佳是香港的 另外有兩位海外的 但是 我不知道他為甚麼 知道我戶口號碼 那天就說 我叫了我親戚入錢給你戶口 你幫我派吧 入了一點點錢 我問他 我們之前 公佈 網罪 有貼過戶口出來的 他原來抄下了 之後 叫親戚入錢給我 我說你下次就不用了 做善事啦 他說不要緊啦 你們鑽我又鑽一點啦 兩位 叫我不要開他的名字 在海外的 就不說了 這樣 因為我們其實個人的力量也很微薄的 因為那天我們去派米 見那些老人家其實 其實不夠派的 那天我們派在海黎村 當區區議員就是 民協別議員 楊毓 他也說他也不敢很大力地宣傳 因為他也知道 其實不夠派的 250包 因為 我們有兩個區議員 每邊 250包 派了兩次 也是250包 其實一般是不夠派的 為什麼 因為你就算500包給他也不夠派 因為人太多 一條村 他那裏其實有 老人家很多 很多 他有 三四十層 然後 一體有八火至十幾火 十幾火 一座也有幾百戶 其實你只是一座 如果老人家認真要派 一座就派了 其實真的是一座派 我們坦白說跟他說有這個不預算 他們也是省著來派 坦白說 我們也是盡人事 老實說 我們 原意 當時就想著這個網台有些收入 有些 YouTube也有些廣告費 所以我叫他們卡廣告 我們租了一個地方 之後我們來做錄音室 之後就有給少少錢的義工 其實也是幫忙 幫我們製作後期的那些節目 另外那些罵集集費用其實也沒有什麼 主要是我們 出去吃飯 其他那些洗費 剩下的錢 我們通常就用來 捐了他 派一下米 做善事 所以那個 力量也有限的 所以我們也盡量安排 挑選一些比較有真正需要多些的人 但是其實那天所見 很多那些公公婆婆 不是很富裕的 但是 他們其實很開心就是有人去探望他 好像我們有一個婆婆 超過80歲 他就叫我們進去坐 其實就跟我們聊天 講一下 自己怎樣啊 生活 先生過了生 只剩下一個 獨居長者 其實很悶的 很多時候他們說其實他也很好啦 早上下去 跟街坊打牙教 下去做了神運 當然也有建制派那些 因為那些人的資源多 活動多活動 還有有多些東西派 說真的 你也沒有辦法 人家是事實資源多 你只是拿個心出來做 我們也希望 不是純粹是一個物質 我們也不計較這些東西的 我們也想做而已 我們也不理會 這件事我們也不計較的 主要就是希望我們做多一點 讓老人家覺得很多人關懷 進去 進來探訪他 再下去 就看到 那個 物資方面 其實真的是少了一點 沒有辦法 我們也是盡人事 但是我們也可能 我們很多義工 上來幫忙的義工 其實都是善長的人中之一 因為他們抽出自己的時間 他們抽出自己的時間 抽出自己 去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 其中有些就說 懂得幫那些老人家按摩 有些穴位 幫他舒緩一些痛症 這件事我覺得值得推廣 因為 你給他一些錢 也不及你可以幫他按摩一下 使得 他的 背肢 或是手手腳腳 舒緩一些痛症 又或者 是會透過教他做 使得他自己有空的在家裏做 就反而 工作越大 給錢 是有益的 一來ardo一見他就很開心 二來就教他一些方法 其實可能是省錢 不需要錢 學懂了就可能有幫助 動一下活動下 都真的在做家正是好一點 我們有一位義工善長 我訂了類似的 一枝很輕便的 竹還是木的棒 按摩棒 有些位置可以按摩的 我叫他 既然不貴就訂了100枝 我們給錢 接下來他就會 幫忙教其他義工 幫老人家推拿 就是按摩 接下來就可能是多方面去做 不只是派完就走 因為之前我們去過一條村 他也幫了幾個伯伯和婆婆按摩 那些婆婆很開心 因為 平時 地方只能痛就能痛就能痛 一點辦法也沒有 因為老實說 去到那個年紀 比如七十幾八十歲 很多事情他自己做不到 如果有人去幫他做 其實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希望我們可以做多一點這些 除了派東西之外 我們可以做多一些 保健班 這些有行動的東西 另外 我們有個朋友 生意上的朋友 他跟我說 他知道我們派米 他跟我說 我其實也有做很多善事 不過 我不是做生人的善事 而是做死人的善事 我好奇好奇 怎麼是死人的善事呢 他就說香港很多 那些老人家或者長者 其實是沒有兒母女沒有下一代的 很多時候死了都不知道 誰去幫忙負責 有很多獨居的那些 他就專門幫那些獨居的那些長者 過了身 或者 可能很遲才有人發現 他就幫他們安排臉壯 因為那裏沒有人幫助他們 政府也不知道要找誰去做 他就 他好像不知道是東華三院還是哪裏 他是有份去幫助的 並且捐些錢給他們做 每一個老人家都是幾千元 每一個 那次聽到我都捐了些錢給他 你也預算我一份 我就做一份 有幫助人 可能後事不是最難的那部分 比較難就可能是 陰謂的那些 他可能也是找那些 東華三院 總之都是那些慈善機構 因為你一個人力量一定有限 他也是找慈善機構做的 問題就是 你那些人 如果沒有人沒有物 一個人獨居 他過了身真的誰會負責 沒有親戚沒有子女 沒有人去幫他忙 做孤魂惹鬼嗎 這件事我都覺得有一點意義的 我們應該研究一下 看看能否這些地方可以幫忙 其實我也想的 不過我們不是很熟悉的 他跟我說 我第一次聽到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都捐了多少錢給他 問題的問題是 為什麼現在那麼富裕的社會要我們那麼做法呢 我們真的問得很好 其實那天我都問了 我都跟他們說了 我說香港的社會是很發財很富裕的 全世界差不多有錢的 政府是很有錢的 因為政府 各個政府 赤字有外債的 香港政府什麼都沒有 香港是另外債 還有三萬多億的儲備 是私基錢 全世界都沒有 日本政府是沒有錢的 沒有 他們借了國民很多錢的 沒錯 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就是香港政府 比新加坡更有錢 問題就是人家做到很多 很多維及市民的事 香港政府就沒有了 只是不肯做而已 那些65歲的縱援 他們真的會咳嗽人家的 有多少個 講到長者縱援 我們真的下區了 一定是所有人都是怨氣的 每個人都在罵的 你自己下區看看吧 說真的 你夠不夠敢來呀 我邀請你來講話 你看你敢不敢來 當著一些老人家面前你自己說 你只有一百二十歲的 你說回你立法會說話就行 我不要求你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就可以了 你只要說回你的論點 剛剛有人立即掌掛你了 日本最老的人數叫113歲 那個是紀錄來的 世界紀錄來的 現在還沒有人過到82歲 你的數字是哪裡來的呢 女的可能過了82歲 這是男的 好像是 有可能過的 那你就慘了 找得那麼辛苦 找那麼少例子出來 那你的數字是甚麼時候開始呢 你的數字是甚麼時候開始呢 我想問一下 我的數據很充足 不過是2145年 那你就2145年才退60歲 押後的退休年齡 我經常都說 做人 一定要對得 自己 但也要過得別人 他太過超前了 因為如果真的要 去到百多歲命 就要去到有一天 那些人 已經搞定了 醫學界搞定了 那個遺傳基因 將那些人 譬如說 長期病 心臟病 血壓高 那些 已經在開波已經弄得沒有了 那些人就可能過過 百多歲了 那就會過過百多歲了 不是現在 就算是也不是 他講 你要拿數據出來 總之是 跟著 整體社會 大眾 對你這個說法是認同 接受了之後才推的 不是你拿一份報告出來 當你有這份 不是你走出來 然後就說 現在就推了 推也不要緊 我認為做人最好就是 一事同銀 和新鮮事 你們政府提出來的東西 希望你們政府跟 以及你們有帶頭作用 我覺得 如果 政府把這個公務員 退休年齡 以及咬兩年齡 下調到80歲 80歲才出場 上調到80歲 即是80歲才開始出場 我覺得是對的 你們推的政策 我就會支持 麻煩你們 現在出場 暫時都停 全部停 到80歲才再出場 如果80歲死了怎麼辦 怎麼會這麼短命呢 不過呢 剛才雕白提醒了我們 幫公務員說 你罵這些高官的時候 去咬公務員那些是不公平的 因為這班人不是在拿那些的 例如羅智江 他自己也不是公務員 羅智江沒有麻煩 他也不是在拿長諷的 所以他也真的不介意去咬你們的長諷 如果他可以做刀手 他會做賣的 不介意你就去咬 林鄭是嘛 林鄭整個系統都是公務員來的 林鄭吃了肥雞餐的政府 他拿了政府的長諷 每個人都在領長諷 他退休了嘛 他跟一筆個拿到政府的 那些入滿酬金 一筆個拿到政府的那些 一筆個拿到政府的那些 這個女人真是超級糧 你拿一筆個拿到政府 過千萬 然後每個月出三分之一的糧 你二十幾三十萬一個月之前 一個月出成 十萬八萬 只是咬糧 咬十萬八萬 咬糧咬很多錢的 三分之一 是你以前的人工三分之一 咬糧 那個人出街連八達通都不懂 他出入都是用政府車的一個人 他出衣食住由全部都是用政府的 有人反駁我 怎麼會公務員全部衣食住人都是靠政府 怎麼會不是 所有的東西 衣食住人身上所有的全部都是出公帑買的 你看一下 林鄭肯定是 基層公園就不是啦 但是很多高級的 全部都是 他們買的東西都是出公帑的 當然啦 自己出去買罐可樂 難道出公帑當然不會啦 問題是他們是用很多津貼的 拿到盡的 你看一下 不得碟 不得碟就是旅遊局長 不得碟就不是公務員系統出身 他們在外面請回來的 有些高階的人可以做這些事 那你也是政府啊 雖然不是公務員系統的 你罵政府嘛 整個政府全都是在做這些事 所以呢 這一節真是很bibro罵我們 一方面是說做善事 一方面是罵人 因為罵政府是天經地義 你們就是因為做得太差 我們才出來幫忙做一些事情嘛 是不是啊 如果大家也吃飽無憂米的 我們要不要去派飯 我們真的派一點給他們 他們覺得很開心 又好啊 又節省一點 因為 問題就是 他們經濟上非常之 不是那麼鬆動 所以呢 一包米他們覺得很珍貴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嘛 不是那包米的價值嘛 是不是呢 所以我說一件事 以前呢 五六五十年代 或者是早年 五十七十年代 那些時候呢 就真的那些 所謂的NGO 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因為政府自己 做不到一些事情嘛 就是教會 很多人信教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教會 有鮮奶 有面拜託嘛 因為慈善機構就相當有作用的 但是到了 香港的福利 社會開始進步的時候 經濟好的時候 其實就不應該是 你再去找NGO做那麼多這些事情的 還有現在的NGO有些是民政府拿錢的嘛 他們好錢的 因為政府多錢 養回你的組織 然後你的組織就要去撐他的政策 現在是 就變成了訓練了一群組織出來 就是用來在外圍圍著 用來保護他的 完全是不會批評他的 你看一下 社區組織協會 那你現在有沒有聽到他批評這個政府呢 所以你們不做就我們做 就是我們做完了 所以現在是大條道理出來 X你 那個是政府的部份來的 怎麼會他罵政府呢 老實說 那麼這一節 我們說完了 我們希望 接下來可以 自己下手下腳 或者多些網友可以一起出來參與 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社會那麼富裕 我們既然抽到時間 又不是說要開飯 出來幫人 你們出來做好事 特顯他們的荒謬 是香港的荒謬 為甚麼是我們做的 原因是你們政府不做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再景